如果说拜登是外交的高手 那普丁又何尝不适 尤其他作为一名情报员出身的背景 让他非常了解在策略以及宣传上的运用 你看这次会面之前 会面当中以及会面之后 他回到俄罗斯的反应截然不同 会面之前他摆出的态度是非常的坦然 但是也表示对美国来讲 他是爱理不理 非常的基本上高傲的姿态 但在会谈当中 表示出很坦然愿意坐下来 跟我的对手进行非常坦诚的交流 甚至还称赞拜登几句 回到俄罗斯之后 他又开始说 拜登有时候其实还是显得蛮糊涂的 虽然他是一名职业专业的好手 可以看出他前后过程当中 他也是努力的来做他自己 当然拜登也会挑拨 说目前俄罗斯最担心的 就是丧失国际的强权地位 怕输给中国大陆 种种的挑拨方式 也是希望能够让这个主要竞争对手 暂时回到一边 让美国有心来尝试对付真正的那个对手 那就是中国大陆 上次美俄领袖在瑞奈瓦的会面 是1985年 当时也开启了一个所谓的冷战之后 美国的现武策略 当时见面的是雷根跟戈巴奇夫 当然拜登不是当年的雷根 但普丁也不是当年的戈巴奇夫 如今两个人都充满了理想性 也充满了实物的考虑 他们都有强大的手向的资源在手上 普丁在这次见面之后 他所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会改变吗 美国真的能够把普丁战时的摆平吗 前后共和五位美国总统交手过 俄罗斯总统普丁打从接收政权至今22年 美俄关系在他主政下很紧张 也很有戏 以三年没接受过美国媒体访问 却刻意选在和拜登的高峰会前五天 在莫斯科接受NBC专访 但话说的有够酸 以上对下口气评论美国前后两任总统 普丁的傲慢与自大表露无疑 而他掌权迈入第三个十年 更把自己定位成俄罗斯之父 他的自负伴随着优越感 与立任美国总统交涉过程中 姿态越来越轻蔑 但一开始普丁的态度可不是如此 上任月半年2000年6月 普丁在克里姆林宫和他第一个交手的 美国总统克林顿见面 但美俄关系可没因此热络 当时克林顿任期只剩一年多 普丁根本没把他放眼里 但至少保持表面上的相近如兵 也没口出恶言 直到2000年小布希上任后 普丁才积极与美国打交道 甚至四度出访美国 首先我想祝福丁 今天今天是一人捕鱼 最后一天就会被捕鱼 看起来不许有说有笑 没想到普丁这趟缅因州之旅后 没有关系因乌克兰问题急转直下 几个月后的慕尼黑会议上 普丁当着美国代表团的面 痛骂美国爱管闲事 战恨跋扈 美国会议后隔年乌克兰爆发橘色革命之际 小布希竟还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摆明和俄国作对彻底激怒普丁 布希在公开场合多次数落美国 接着欧巴马上任 普丁和他更是没好过 当时普丁首次转任总理 垂林听证之际 欧巴马积极与普丁的代理人 梅德维杰夫重启新关系 普丁始终沉住气 直到回国再任总统 2009年虽然邀请欧巴马访问莫斯科 但乌克兰问题与201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等 都让双方谈话没有着急 就在川普上任前夕 普丁一度释出善意 愿意修复两国关系 但两人唯一一次高峰会 还故意迟到给川普下马威 是川普任期四年来 说要改善美俄关系 说了老半天依旧不见良心互动 普丁甚至坦言 很难复原 每位美国总统上任前 普丁都说要好好谈 但都只是说说而已 没实际付诸行动 甚至越谈越糟 究竟有没有诚意与美国重启谈判与协商 或许能从普丁与美国总统召开峰会的次数 一窥究竟 和克林顿有过15次峰会 与小布希则是13次 欧巴马在砍办只剩6次 且主要集中在欧巴马上任的头两年 而川普就任4年 普丁只和他有过一次峰会 不仅拜登上任 普丁前来见面 因当前的美俄关系真的太差 但见了面 美俄关系就能改善吗 答案显然不是 究竟普丁玩什么把戏 没人知道 在镜头前 他总是表现的冷酷与阴沉 在被问到毒杀正敌 纳瓦尼被拜登说是杀手时 普丁先冷笑 接着时问虚答 特朗普丁主席 您是个小子吗 在我10年 我从各种各种角度的评论 和各种角度的评论 和压力度的评论 并非这些惊论我 当然在草莓屋里 可以称为虚似的行为 很难想象身为世界强权的领袖 普丁的回应摆明呼隆访问的记者 而美国说俄国发动网络攻击与干预媒选等指控 甚至发动制裁与驱逐大使 普丁用一句谚语回敬美国 我们有一个说法 不要惹怒在镇头 如果你是骗人 但如果有人被我们贵 我说的是 为什么不看你自己 你会看到自己在镇头 而不是我们 二十多年历任 如今普丁早已不可同日而遇 他执掌的克里姆林宫 已来过四位白宫主人 拜登会不会受邀成为第五任 不得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 已交手过五位美国总统 普丁摆明要再做十五年 这位俄国现代沙皇 至少会再遇到两位美国总统 难缠又强硬的政治老手 得理不饶人的说话方式 没有关系在他的主导下 能有多大进展 套一句他自己说的话 真的很难 他也有很多人 我说我的天中 这位美国总统 未经许则 还可以说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我自己说 阿姨 我自己说 我自己说 你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